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国家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就是乌克兰的鄰国 现在他们的总理 加夫里利塔 就说很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担心俄军的下一个目标 就会是 深入乌克兰西南部 西南部之后 就会到他们 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 就会造成 他们就觉得 俄罗斯会不会顺便 会不会顺便 真的没人知道 说真的没人答到你 因为摩尔多瓦 他的北面 东面 南面 都是黏着乌克兰的 都是黏着乌克兰的 当然 他的西面 就是罗马尼亚 现在究竟是 怎么办呢 他们都 挺迷惘 我只可以说见步行步 你也猜不到他 摩尔多瓦的总理接受CNN访问的时候就说 我真的很担心 每晚都睡不着 这个是一种巨大风险 虽然目前仍然停留在假设的阶段 如果 俄方军事行动进一步深入 乌克兰西南部和奥德萨 奥德萨你不用担心 现在正在轰 一定会轰 令到 我们很担心 这位总理也说 摩尔多瓦 并 不是唯一一个有理由担心俄罗斯出兵的 这个 鄰近乌克兰的国家 他就说 这个不单止对乌 摩尔多瓦 对任何小国 任何依赖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在不考虑任何 国际法的情况下 吞并 并且 发动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没有人是安全的 他就认为很多国家都担心 摩尔多瓦 是在 欧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 刚才说过东 南 北 都是与 乌克兰 接着 西面就与 欧盟国家 兼北约城国 罗马尼亚 接着 摩尔多瓦都很小 国土面积 区域只有3.4万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355万 1991年的时候 摩尔多瓦 就从前苏联宣布独立 但是 严重依赖 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目前亦都是欧洲最 贫困的国家之一 他们总理就说 摩尔多瓦 其实 在世界复杂地区 是有着麻烦的历史 也有很多事情 亦都说这种麻烦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亦都相信 摩尔多瓦 是继乌克兰之后 受到俄乌冲突最严重的国家 目前 已经经历着非常高的通货膨胀 上个月的通胀率 原来这么高 32% 他们 总理亦都说 虽然是这样 摩尔多瓦 现在是尽一切可能 维护 自己的和平和稳定 确保战斗不会升级 同时 现在是 不惜代价 大量接收 乌克兰难民 事实上他们有没有做到有 他亦都说 在民意调查当中 即使 收 大量的乌克兰难民之后 85%的摩尔多瓦人 依然是愿意接收更加多的难民 50%的人甚至愿意无条件 随时接收乌克兰人 亦都说 这个民意调查 令他看到 自己人民的智慧 俄乌冲突之后 摩尔多瓦第一时间 就跟美国 欧盟站在一起 都是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他一定要这么说 否则 他都担心别人搞他 今年4月 摩尔多瓦境内 德涅斯特河 左岸地区 发生多喜的 波罗事件 摩尔多瓦政府 很担心这些事件 亦都呼吁 各方 保持冷静 并且就说 得了 地区 有人借这些波罗事件 製造紧张局势 之后可能 是动手了 你说得了地方 虽然 国际上没有承认 但是 实质的控制 都已经是 对于摩尔多瓦中央政府来说 失去了这个地方的实质控制 德涅斯特河 左岸地区是摩尔多瓦1990年 分离出去的一个讲俄语的地区 所以为什么他担心不是没可能的 因为他要打通一个叫俄语通道 之前有 俄罗斯的高官说过 所以他要一直打到乌南地方 因为乌南地方有很多地方的人 是讲俄语 这样就可以 他是想着这样 乌东一直打到乌南 串迈克里米亚 再攻到摩尔多瓦得了的地方 整个地带都是讲俄语的 叫俄语地带 现在的攻势确实是这样 真的打到乌南 的确是 对 没错 实际上 控制摩尔多瓦的就是一个 德涅斯特河 沿岸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俗称的 德左共和国 亦跟 摩尔多瓦的 本土接养 其实他本来就是摩尔多瓦的地方 他就说自己不是 其实他们都是跟乌克兰黏着的 所以会不会一直打到去 真的有机会 德左共和国之后 还曾经跟摩尔多瓦的 中央军政府 发生过冲突 到今时今刻为止 仍然有一支维和部队 驻守不过来自俄罗斯 你说这支俄罗斯的维和部队 帮谁 大家心思同意 当然帮俄罗斯 也帮你 事实上他还是和平 这就是唯一可喜的地方 没有动手动脚 值得 一提的是 这个地区 讲俄语 到时 好像这个顿叶茨克 努金斯克 又说我们有公投 只要拿俄罗斯护照 有这样的机会 我会用这招的了 是 当然了 美国和俄罗斯都说 不希望见到俄罗战争外抗 向外抗散 就对 大家无理 俄罗斯也这么说 但是如果他觉得得了是自己的地方 就不用向外抗散 哈哈哈 他觉得得了是自己的地方 就不用了 6月份的时候 欧盟理事会 就决定给乌克兰和摩尔多亚 欧盟候选国的身份 但是 摩尔多亚 亲俄的反对党领袖 前总统 多东 就发表文章 就说 他就觉得 好似 摩尔多亚拿到入欧盟的入场卷 实际上 是卷入了西方反俄地缘政治的游戏 亦都说 不用高兴得这么早 都只是西方的一只棋 另外 摩尔多亚 居然 有人 接受了我们俄罗斯 不是我们俄罗斯 我们澳洲媒体的 访问 这个是 澳战争第3个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摩尔多亚首都 伊希纳乌 有一些人接受了 我们媒体的访问 有一位叫做 博图山 的女学生 跟他的朋友 在湖边散步 喝着咖啡 看着水面上滑船的人 接受我们媒体的访问 他就说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是每个人此时此刻想的事情 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也说对于年轻人来说 从来没有想过有俄乌战争爆发 很多人不只是年轻人 他又说 因为他是 后苏联时代出世 所以他 感受不了这种战争 他就说战争好像很遥远 如果俄罗斯 军队真的会 派往摩尔多亚 这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他就觉得 摩尔多亚国是没办法和俄罗斯抗衡的 而当地居民对于战争 蔓延到他们国家的可能性 有些人就觉得不可能 好像 刚才我们说的这位 他就觉得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刚才我们说的那位 薄图山女 这位女生 他觉得有可能的 但是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位 叫 尼科 莱塔 他就说 应该不会吧 俄军 会不会来到我们这里那么远 他就告诉 澳洲媒体 其实 4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就是不断地狂轰 奥德萨的燃料库 原来 这个城市距离 摩尔多亚边境只有50公里 所以 这位 同学可能就不知道了 原来这么近 现在 摩尔多亚 国内 他也觉得 自己很可能成为第二个目标 即是在乌克兰之后 但是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其实也不是很新鲜 莫斯科 在摩尔多亚 刚才我们说的德佐地区 都已经是 驻兵三十多年 不过就不多 俄军只有1500名 这个德佐 共和国 其实跟乌克兰有400公里的边界 这个自称共和国的地方 其实也是来源于 1992年一场很可怕的内战 当时 半军就拒绝成为 苏联解体后 新成立 摩尔多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当然 大力抵抗 虽然 后来变得相对和平 但是这次的俄乌战争 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怎样 得了共和国的 俄罗斯士兵 根据 对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说 已经是不断地训练 不过是1500个 不过很难说 他突然派多些人来也不难 乌克兰亦说 俄罗斯可能利用这个分离的政权 对奥德萨发起 两栖攻击 不过德佐政权 否认会为俄军提供一些准备 而摩尔多亚政府 亦都说暂时未看到 德佐会帮俄军 不过 他们的 内政部长 雷文科亦都说 德佐 说的 暂时 都是可信 但到目前为止 一切的分析都是假设 这样的废话 我都知道 分析都是假设 难道是事实吗 虽然 谴责俄罗斯并且 欢迎乌克兰难民 但摩尔多亚 依然 是有件事 是做得 我觉得比较明智 就是没有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是否知道自己 什么了 因为他们的内政部长就说 我们没有兴趣参与 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和军事行动 他们都挺老实说 摩尔多亚不具备任何抵御俄罗斯压力的条件 几乎所有 我们在用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威胁我们撤断天然气 那真是很严重的 他亦都说 我们政府充分意识到摩尔多亚是个弱角 这个老实 不过这个也对 因为 难道好像波兰的吗 对 难道好像波兰的吗 我打过你 不怕你 顶住你 其实 真的不行 而且 原来 摩尔多亚有样东西很出名 就是葡萄酒 哦 摩尔多亚 从20年前大部分葡萄酒卖给俄罗斯 所以他们也是不敢断来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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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